记者林心汉基隆报道,符合客运1550,基隆,航天工,路线今年3月审议路全时,为达旭迎门槛,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天下午决议收回路线经营权,基隆市政府预期,最快年底就会有新的业者接手。 符合客运则表示,尚不清楚由此决议,符合客运不堪长期亏损,去年10月突然停驶从基隆经国道3号,往返台北木寨动物园的1558路线,由其他客运业者协助罚车代史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年2月率行政团队至基隆座谈,就有要求符合客运1550,1551开放国道客运路全的声音,当时交通部长贺陈丹允诺于3月审议,符合客运车踢老旧,拖班严重,引发民怨,连基隆市府交通旅游处长李刚也吃亏,连续四班车都没来, 气得在脸书上大骂欺负基隆人,是否多次要求符合客运改善,1550路线于去年10月到期,公路总局路线审议委员会给予四个月观察期,今年3月再度开会,仍未达70分的蓄营门槛,审委会今天下午再度召开会议,决议收回符合客运1550路线经营权。 李刚说,如果确定收回,符合市民期待,乐观其成,未来重新评选时,符合客运仍可重新投标,也期盼新的经营团队能优先拼用符合客运现有驾驶,公路总局会尽快找到待使业者接手,以免影响市民搭乘权益,预计最快年底就会有新的业者接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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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